前面一期节目,咱们讲了新任某女郎刘浩存的事 吃人血馒头的嘴脸招式令人吓头啊 同样是刘氏家族的浩然弟弟啊 同样逆天的资源,那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而且刘浩然最近在明星大侦探的表现 更是赢得了不少好评啊 因为无论是参加什么节目,他都会比较认真 很容易就会带入角色中去 也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比如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宋哥 比如唐人街探案里的秦峰 再比如最好的我们里的于怀 无论哪一个都能让人焕然一新啊 在不断突破自己的同时 也在不断充实的自己 刘浩然是97年河南平鼎山人 原名刘源,小学的时候就很争气 立志一定要考上清华北探 不仅考上了省重点中学 还在随父母去北京旅游的时候 偶然间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为了离自己的梦想更进一步 刘浩然11岁就开始了 一个人的北漂求学生活 但是没想到成绩优异的他 在同学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巨大的落差让本就内向的他更难堪了 开学的第一天就想要退学 一个人偷偷的躲在狭小的出租屋里 出恶气 已经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但好在刘浩然比别人多了一份毅力 学着用忍耐打败寂寞 终于还是咬着牙坚持着下来 书官总是眷顾幸运的人 刘浩然就是属于这一类 有人说当时北爱电影在招演员 副导演就发现北武副中有几个同学不错 就举荐给了陈思诚 但是优秀的孩子实在不少 于是陈思诚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让所有的男生女生一起聊天 让女孩们写下最有好感的男孩 凭借着出色的天赋和清秀的长相 刘浩然赢得了不少芳心 还有人说刘浩然的长相 跟同里亚去世的弟弟极为相似 陈导这台把他收入灰下 让他出演了自己直早的北京爱情故事 青涩的邻家大男孩宋哥 笑起来格外的阳光 搭配着标志性的小虎鸭 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的心 当时的他才上高二 就已经走进了观众老爷们的视野 从此就开始走上了他的璀璨星图 还凭借这一角色成功拿下了 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 最佳新人奖提名 并获得了演艺生涯中第一个奖项 2014年金票根影迷嘉年华 气质新兴 从起点就能看出刘浩然的步凡 在15年的时候参加了真正男子汉的录制 刘浩然在节目中的表现 真的是出色到不能再出色了 把17岁应有的光芒散发的淋漓尽致 恰到好处的好胜心和少年气的倔强 让人能够从他身上感受到明媚的阳光 他拥有所有属于少年感的一切美好 拥有所有少年们希望拥有的一切 在看到他的时候 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朝气蓬勃的年纪 这也是他后来爆火的原因之一 但当时的他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跟他同期参加的张峰毅 王宝强 袁洪 哪一个不是知名度高的大咖呀 凭啥要他去参加节目 其实陈道跟这事脱不了关系 据悉 当时刘浩然签约的公司 是陈道正在为筹备北爱做准备 旗下的艺人也只有他跟同意 所以陈道才会力排众议 全力捧刘浩然 而且陈道的背后还有万达的助理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是谁把陈道从一个放屁都不想的演员 推到了高票房逆袭的导演 所以有了陈道的鼎力相助 刘浩然的璀璨星图才这么顺畅 同年跟王宝强组成了神探搭档 一起合拍了唐人街探案 凭见天赋异禀的街巴少年秦锋一绝 刘浩然成功拿下了华顶奖 中国最佳新人奖 这也是这部电影彻底打响了他的名号 无论是他打造的人物还是演技 都在诉说着他的实力 我倒不说刘浩然还是挺给力的 趁着秦锋这股热气 本色出演了学霸级别的于怀 少年感都要溢出屏幕的他 圈了无数的粉丝 阳光爱运动还是个学霸 关键是颜值这么高 一时间成了多少少女们心中的男神 都感觉青春欠了他们一个余怀 而且那演技轻松吊打多少校园风网剧 一年能拿出这么多作品 刘浩然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酸 相信也不用我多说了 随后更是参与了不少大IP制作 在《建军大阅》里饰演素裕将军 在《猫腰传》和《九州飘渺路》中担任男主 在这些众星云集的大制作里 许多前辈都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 但是都难演少年感爆棚的刘浩然 近乎完美的完成度 刘浩然也在这些影片中成就了自己 也成就了这些鲜活的角色 当然除了陈导资源的扶持之外 刘浩然的成名跟他自己的努力 也有很大的原因 为了演好《妖猫传》里的白龙 他先是减肥20斤 因为剧情需要又逼自己胖了回去 大冬天的时候拍落水戏都不带犹豫的 而且《唐人街探案2》里的表现比第一季还要好 明显让人看到他在成长 还凭借着这一角色正式提名《百花奖影帝》 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提名者 这个荣誉对于刘浩然而言 更像是一个加冕仪式 正式宣告他21岁就比《红灵人》领先一大圈啊 随着《唐人街探案3》的落幕 刘浩然的演艺生涯也告一段过 但是他并没有沉寂下去 相反一直活跃在各大综艺节目 在恰好是少年明星大侦探中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还让观众老爷们眼前一亮 在刘浩然入行的这些年里 他很懂得经营自己 该冲流量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 该收的时候也没有放肆 分寸拿捏的那是明明白白啊 希望这个优秀的少年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 观众老爷有什么想法 可以留言评论区 我们下期精彩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